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视频呢是关于啊虾皮的秒杀活动申报要求啊做了一些更新 那更新了之后呢啊对于卖家朋友有哪方面的影响和启示啊这里给大家做简单的分析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更新的内容啊更新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为了提升这个买家的一个购物体验 然后虾皮呢对于这个CFS的活动报名啊做了一些更新啊更新的话呢就是说啊这个卖家呢需要满足在过去30天的一个店铺的平均发货时间要小于或等于两个日历日啊那之前的话呢是啊这个发货时间呢小于等于啊2.5个日历日啊现在做了一些提升啊提升了0.5个日历日那 那那店铺的啊平均发货时间的一个计算逻辑呢啊是怎么计算的啊那这里的话呢主要有两种啊一种的话呢是啊你有使用了这个手工礼啊最终的这个功能 那它的一个计算时效呢就是手工礼的一个揽收时间减去啊这个订单的平均生日时间啊这个来算你的店铺的平均发货时间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我们之前的啊这个虾皮仓库的揽收时间减去订单生存的一个时间啊来算你的店铺的平均啊这个发货时间的那 这里的话呢更新了对于卖家朋友的影响啊主要是在这个发货时间上啊发货时间上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啊这个发货时间呢要提升0.5个日历日啊 对于这种秒杀活动的报名呢现在越来越严格啊那这个的话呢啊是平台的一个趋势啊必然必然的一个趋势啊各个平台都一样的就是啊这个做大了之后啊 他肯定是为了说去满足这个买家的一个购物体验啊来提升啊这个啊这个买家的啊一个收获时效啊 卖家这边的一个发货时间啊那对于我们卖家朋友有哪方面的一个启示呢就是在啊大趋势下啊你必须去提升你的发货速度啊这个提升发货速度是你做大做强的一个关键啊所以你必须去找到自己有优势的一些供应链啊那出单了之后呢啊你要把这些货第一时间把它发出去啊对于经常出单的一些产品啊 我们卖家朋友呢要做好这个备货的准备那对于扩省份的啊扩省份的去找货源的啊这些卖家朋友来说那你自己要去囤一些货或者说啊去找一些啊这个货带带打包啊来提升自己的发货时效提升你的竞争力啊这个来满足平台的啊这些严苛的啊时效要求那我们发货时效啊提升起来之后对于我们卖家朋友来说啊有什么作用呢啊 其实这个作用也非常明显啊就是啊你的产品呢可以获得平台更多推荐的机会啊还有呢我们啊这个买家呢他收到货啊也更快了到时候呢他给我们好评的概率会更高那以及说啊这些卖家朋友呢参加啊各种活动啊报名的几率啊通过的机会会更高一点是吧啊所以呢你要想方式法啊去提升你的啊发货时效啊来提升你的店铺的竞争力啊这样才是你做大做的 做强的一个关键啊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视频啊想了解更多知识肝旺欢迎加入集谢谢大家